大家好 本期视频呢 是AWS Amplify GraphQL API课程的第14期 本期的主题呢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从Node.js访问GraphQL API 该怎么做 今天呢 咱们就初始化另外一个Node.js的工程 然后咱们通过Node.js工程 来连接到咱们后端的GraphQL API 能不能做呢 当然开始 从今天开始 接下来的几期视频 小马呢 就给您讲解该如何的使用纯代码 去连接到咱们后端的GraphQL API 让咱们马上开始哦 好的 首先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只有一个 初始化Node.js工程 访问GraphQL API的云服务 显少叙马上进入到实战演习的部分 按照惯例呢 咱们还是先看图说话 大家请看这张图 到今天为止呢 咱们都是采用React客户端的方式 和咱们服务器端的App Sync 以及后端的DynamoDB进行交互 这个呢 完全的没有问题 咱们通过生成Amplify工程 通过自动生成存根 然后呢 咱们来和服务器进行交互 当然了 咱们一个系统中不可能只有React UI画面 还有好多的 比如说 后台批处理程序 对吧 每天晚上零点要运行的处理 等等 这些个呢 是没有UI的 但是还是要使用咱们后端的服务 该怎么做 比如说 咱们呢 要在每天凌晨两点运行一个后台批处理 这个批处理呢 咱们要使用Node.js语言进行编写 对吧 那么该怎么做 能不能够连接到咱们后端的App Sync 以及包括读到DynamoDB里面的数据呢 当然可以 小马呢 就给你演示该如何的使用Node.js 来连接到咱们的App Sync哦 该怎么做呢 今天呢 咱们有两个工作要做 首先咱们从零开始初始化一个本地的Node.js工程 并且呢 安装一些个必要的工具包 然后呢 咱们编写一点点的初始化代码 来连接到咱们后端的客户端 接下来 咱们呢 就可以使用咱们客户端代码 完成服务期端的增删查改 那么在接下来的操作视频当中 小马呢 先给您的演示 如何初始化工程并进行简单的配置 欢迎订阅 感谢观看